到底什麼事情 有什麼楊秋心 搞不好沒有在 韓國瑜的內閣名單之列嗎 這清晨到韓正寅的內鬥 因為韓正寅在這個阻隔的時候 就已經發生這個 非常嚴重的內鬥的現象 內鬥對象主要是 以浮選的功臣為一派 就是所謂的末僚派 另外就是這個楊秋心 這一個比較地方人士的派 那這個所謂楊秋心就是說 這個上面碎狀很多嘛 這個什麼又做了什麼事 但是問題是 其中那個27個名單這件事情 根本沒有人會填滿27個名單 送給韓國瑜 而且你只是 就是隨便填一點 你也不一定要用 但是27個名單 這件事情放出來 就是幕僚派在操作的 幕僚派就是放消息 在打這個楊秋心的 那後來楊秋心就 因此跟這個所謂的副市長 副市長的這個位子決員嘛 他就去一趟香港還是澳門 然後對 在那邊講半天 講半天回來之後 在跟韓國瑜談的時候 還是沒有副市長 因為他整個這個團隊內部 你可以看到他這個是組的 都非常的工程派 都是比他小的一些幕僚 譬如說潘恆旭 曹恆� 這些民政組長都是幫他打損戰有功的 那要不然就不曉得是從哪裡找來的一些 這個譬如說你這個教育局長 你是這個有這個什麼被彈劾的資料 那你水利局局長放任屬下去喝花酒 能夠洩漏標案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這個是很嚴重的事物 對公務體系來講 這是非常非常這個嚴重的事情 可是你寧願就用這些人 那這些人你可以看到這個有些人在主導 從台北找了不少人下來 包括王淺秋可能都是這個裡面找的人 那這些人就完全排斥楊秋星 那他們對於排斥楊秋星的理由就是說 因為公務體系不喜歡楊秋星 然後因為那個他跟菊友這個生死之鬥 所以進來之後會很亂怎樣這樣 其實我覺得楊秋星當然是固然是非常 就是說個性非常強悍的人 但是楊秋星是整個當過高雄縣長的人 對於高雄市在地的地方是最了解的人 如果你韓國瑜 因為一個韓國瑜是不了解高雄市的一個夢想 加勇於做夢 但是腳踏實地的部分 還沒有時間跟經驗嘛 他沒有找一個接得上軌的人 所以你就看你韓國瑜用人的格局 你這件事情就可以看到韓國瑜的格局 是有限的 如果你可以用到楊秋星 然後把它適合的整合 就表示你能力很強 可是你如今都不是 都是用一些這個不是有問題的 要嘛就是你下面的幕僚為主的人 那你覺得這個內閣會有多強 會對高雄會有多少的 要了解了這個什麼在地的這個心情 他就是有把原陳菊的副市長 做為秘書長 這個是他要接軌的部分 但是他還是 這些人都還是文官體系的人 其實基本上在這個 我們不要講操控好了 在聽話上面 絕對比楊秋星要好多了 那你就要看你自己強不強 你指揮人家 到底可不可以到一個程度 但是這些只能守城 你到底有沒有辦法突破 突破就要看你用了 你是不是有沒有辦法大開大合 楊秋星當然對綠營來講 也不是很喜歡的人 可是楊秋星畢竟是他整個團隊裡面 可以說是這個扶選也有功勞 然後對於高雄縣區 對於高雄市的發展 也有遠見人 但是你現在高雄銀行也沒有 然後高雄的捷運也沒有 兩岸的東西也 他說他不要 對 他不要 然後連兩岸的東西 他也不想管 他也不給他管 就是有放這個風聲了 接下來還在看 現在顯然還在拳鬥之中 有一句話說有夢最美 但是關鍵不是在有夢最美 關鍵在足夢踏實 那其實我看到整個 韓內閣 韓小內閣的這個名單 坦白講楊秋星 他會用發簡訊 來表達他的不滿 其實那已經 以他這種政治人物來講 這已經是 最高等級的不爽 這個要加ESP你知道嗎 就是說他那種不爽 已經是不爽到一個極致 就是說幾乎是跟你攤牌了 你會把自己私人簡訊弄出來 然後告訴大家就是這樣 為什麼楊秋星我們先不談 黨派的問題 因為楊秋星過去是坦白講 是對很多知識者來講 是認為他背叛民進黨 可是我只是比較 比較訝異的是說 他都已經離開民進黨 那麼多年了 他還沒洗藍你知道嗎 連這麼多年到現在 大家都對他有那麼多疑慮 那我覺得這個難怪 他心裡會憤悶不平 王金平一直是國民黨的 你想想看他站在那個台上 也沒落魂 金兩洪噓下來 到現在王金平還要馬英九 除一本書 還要那應該不是什麼綠皮 藍皮綠骨等等 那我都覺得這都很悲哀 為什麼我這樣講 就是說楊秋星我認為不管 我們先不管黨派 他是一個真的想做事的人 而且他過去在高雄縣長任內 坦白講風評是不錯 那你知道韓國瑜下去 雖然說他從我們這個新北市 抓了一個副市長李四川下去 李四川坦白講 他在新北市的風評 以幾個副市長來講 是比侯友宜還要強的 那他當然延覽這個李四川下去 對新北市來講 我們當然就覺得 怎麼這麼悲哀 奇怪 好的人材你不認識的 新北市 被高雄市借項 好 那你高雄市借下去 問題是李四川對高雄並不熟 大家不要覺得那麼容易 那真的一個高雄館 高雄市高雄縣 那加起來多幾十個區 你要去熟悉每個地方的生態 哪一個地方的需求 建設需求沒有那麼容易 好 楊秋星他是最了解狀況的人 結果沒想到一個想做事的人 你後來給他派什麼 不然高雄銀行你購買 一看就知道你不如是人 那個是仇雍耶 你本來一個行政專才 你說那你不然去管高雄銀行而已 大家想到高雄銀行就是萬寧嘛 不是嗎 這個對楊秋星來講 他當然覺得是侮辱他 所以他乾脆給簡訊說 如果這樣那我寧可去兩岸失誤 就不用你了 我去投告這個吳敦義 好 那我再講 我覺得這個韓流 當然這個我常講河流 誰能在舟亦能復舟 如果你好的這個起手勢 我認為你韓國瑜會做得不錯 但是如果你起手勢看起來 就是離離落 他讓大家有那麼多的質疑 我覺得未來 這個韓小內閣絕對很坎 再讓我講一點 我覺得他現在不是在選舉 你不是怎麼樣 你不是在 我們今天選是選高雄市長 不是在選金鐘獎金馬獎的搞笑藝人 綜藝節目最佳主持人 你之前為了選舉 你耍花招 耍花槍都沒關係 你到現在 你還竟然還講說 這個六青 那個電油廠 要改成賽馬場 我跟你講講這話 你已經是一個當選人了 講這句話是極度不尊重台灣人 極度不尊重高雄民意 為什麼 你知道第一個 你要賽馬場 卡到兩個法案 第一個 動物保護法 第二個 刑法裡面的賭博罪 這兩項都沒有解除 這兩項都是極為爭議的事情 你在毫無社會共識 毫無社會討論的情況下 你就拋出說 我要一個賽馬場 請問你把高雄人當什麼 你真的是太過分了 我講真的 我認為就是說 我本來是很滿心的期待說 你這個韓國瑜你當選之後 給你充分用人權 至少有一百天的蜜月期 兩三個月我們來觀察它 我發現它不是 我覺得韓國瑜現在很靠近 他現在是刻意在跟民意對坐 那我真的提醒韓市長 水能在舟亦能復舟 民意如流水 大家知道 我不要提其他黨派 我們就檢討我們自己就好 民進黨在上次總統大選的時候 我們是全盛時期 那是刀巔峰 兩年半的時間 現在掉到谷底 那我的意思是說 你小小一個高雄市 難道大家不會檢驗你嗎 就是說 通常這種議題都是 我們已經成熟了 大概有點羞 而且是比較敵視力的案子 你至少也要跟人家談過 你以後已經有接觸過以後再講 不是說自己在那邊講得很爽 然後等到真的去問的時候 人家跟你說不可能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他這些議題 看得出來韓國遠衝 他一個人衝得很前面 他很希望剛剛高雄發大了出來 但是他完全沒有幕僚 完全沒有可行的團隊 這是我們現在比較疑慮的 就是說 變成是 我願意你做夢 做夢是好事 那你現在選上 我們希望把夢想化為現實 但是現在問題就是說 這個現實我很擔心 就是未來這四年 根本沒有辦法化成現實 就是說夢做了四年 四年後還是一樣 就是什麼都沒 什麼都沒有 那當然從民進黨的選情來講 有一個這樣 這樣這麼弱的市長來講 當然對民進黨的選情來講 稍微好一點 不然至少2020還有機會 可是我是從高雄能 在地的角度來講 我希望高雄賺大錢 我也希望年輕人 可以回到高雄 但是我看現在這個市場 這種做完 你沒有一個優秀的班底 沒有一個成熟 這種漸進式的這種產業鏈 推動的這些幫手 你找一堆草包 現在網友想要講什麼 你知道嗎 網友說現在高雄變成 高雄市變成高潭市 怎麼說高潭市 你看看蝙蝠俠 高潭市 為什麼 因為網友說市長也有案底 官員也有案底 全部都是一群有案底的人 組成一個高潭市 現在網友期待的是 他們不能期待高潭市的韓市長 他們期待的是 我們姊妹叫九二共識 他們現在期待蝙蝠俠 看有沒有蝙蝠俠出來救高雄 我跟韓市長你做到這樣 叫網友哭手到這樣 你真的去死 晚間十點 盡情鎖定 正直到了 對 對 他來自渡無法地 他一定有效 天啊